那是一个群雄逐鹿的年代,那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 马斯基数年夺冠地律依旧奏效 而在当时狂野的西部有一座小城 却显得那么的不被人注意 我是犹豫哥,讲述有关篮球的故事 在西雅图的最后一年,还未更名的超音速得到了榜眼杜兰特 虽然新修杜兰特已经展示出超人的得分能力 但球队的战绩依旧垫底 从07年到09年,三年的时间里 雷霆幸运地在选修大会上分别摘下榜眼、炭花和第四顺位 而在09年选中的哈登成就了年轻雷霆完成逆袭的最后拼图 而哈登的到来也让雷霆这支新军第一次踏上了季后赛之旅 首轮就面对实力强大的胡人,最终2比4落败的雷霆 除了J4、J5大比分落败,其他四场都十分胶着 最后一场更是战至最后一刻,仅以一分输球 在自己的首个职业生涯赛季里 哈登就出场67场常规赛和6场季后赛 季后赛中与当年总冠军胡人的碰面 更是让年轻的哈登见识了什么是大场面 见识了什么是超级球星 20分钟的出场时间,场均不到10的得分 还有到了季后赛,仅38%的命中率 那个时候,没有几个人会注意到这个青色的大男孩 在杜兰特场均30点1分的得分王光萌下 还有二年级威少劲爆的赛场表现下 照给哈登的仅仅是年度新秀第二阵容